这天一早 小王在大街上 遇到了迎面而来的奔跑妹子 小王仔细一看 觉得此女就是自己冥冥中 苦苦追寻的那个梦中情人 于是就匆忙尾随而去 在小王的努力下 终于打听到了 这个妹子 就是附近健身房的焦教练阿美 就此小王也急忙报名 每天都会来健身房装模作样 仔细欣赏阿美的运动身姿 这天结束运动后 小王在更衣室 遇见了铁友阿俊 阿俊对小王表示 健身房最近推出了 一对一指导课 让小王也去体验一下 小王听后表示非常感兴趣 急忙来到健身房通知栏一看 果不其然 其中就有阿美教练的 一对一运动授业课程 这时健身房女社长阿湘 郑巧走了出来 看到小王看得如此出神 就对小王介绍起了单独授业课程 阿湘表示 虽然这样的课程比较贵 但是体验感很好 让小王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 面对阿湘的极力推荐 小王抱着与阿美教练的憧憬 马上就报名了私教课程 看着阿湘离开的背影 小王觉得 自己马上就要梦想成真 走上人生巅峰 想到这里 小王的脸上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第二天一早 阿美就在门口迎接小王的到来 一看到阿美强壮的二头鸡 小王觉得 今天的课程一定会很酸爽 但小王毕竟是个热血青年 在阿美对他进行一对一授业的时候 小王没有控制住 果断对阿美伸出了咸猪手 在阿美的惊呼下 众人也飞快过来 阻止了小王 对阿美不可言喻的行为 并且表示 从此将小王拉入黑名单 再也不许来这家健身房 回到家里 小王非常苦恼 一想到自己好不容易看上的妹子 马上就要跑了 小王非常难过 就在这时 小王打开手机 突然又有了希望 在众多的操控手法中 小王看上了网络上流传的洗脑操控术 于是 第二天 小王就约了健身房负责人阿湘 来家里谈话道歉 希望阿湘可以网开一面 让他继续回健身房锻炼 阿湘表示 小王的错误非常严重 不可饶恕 小王一看 无法与阿湘谈妥 于是就对阿湘 施展出了昨天刚学的洗脑操控术 就在那一瞬间 阿湘突然感觉到了 一股神奇的莫名力量 侵占了他的灵魂深处 双眼顿时变蓝 中了小王的洗脑操控术 小王健壮 也不浪费时间 没有丝毫的犹豫 对阿湘开启了各种不可言喻的指令 这天一早 阿美正在锻炼 这时 阿俊过来找阿美 说阿湘找他有事 于是 阿美就来问阿湘 到底有啥事 也许 阿美没有想到 这一时的阿湘 早已不是之前的阿湘 而是被小王洗脑控制的傀儡 这时 阿湘也拿出了小王用过的洗脑道具 对阿美施展起来 不到片刻 阿美和阿湘一样 进入了被洗脑操控状态 并且被告知 要无条件服从小王的安排 于是 俩人就鬼使神差地 来到了一个无证经营的诊所里 据说 这家诊所 是专门研究对人类催眠的 并且由小王度假赞助 俩人来到诊所后 阿湘率先躺在床上 让医生帮他戴上了虚拟眼镜 在医生启动装置后 阿湘瞬间赶到了一阵莫名的电流 从头到脚地流过 在那一刻 阿湘体验到了异常刺激的快乐 阿美则在一旁 看傻了眼 就在阿湘结束催眠升级后 阿湘感觉 血液循环瞬间流畅 更加地思念小王 并且还让阿美也赶紧试一试 就在阿美接受实验时 小王也突然出现 让医生输入更加不可言喻的系统指令 于是在医生的一顿操作下 四人在狭小的诊所里 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多人运动游戏 阿湘体验